13坪以下迷你宅也能拥有两房加整套厨房吗? 快来看看这三款迷你宅是如何规划的吧! 看串烧排行榜前,记得订阅我们加开启小铃铛哦! 首先来看其余空间设计的七坪迷你气质宅 能丰富的现代宅里 设计师灵活运用墙面厚度 替小宅争取充足收纳机能 将半高电视墙上方规划开放式收纳 右侧则看入红酒冰箱 满足屋主生活需求与品质 客厅以架构设计与下方规划充足收纳机能 并取到隔间作为场域划分 收纳会连墙面切齐 维持动线与视觉的宽敞度 将睡眠区与位于空间 分别规划于上下夹层中 巧妙作为场域划分 并创造完善的动线机能 张瑞成设计师藉由揭插手法 取代传统隔间墙 使空间感达到最大 统整收纳柜体于壁面 将小屏数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来看到一鹤设计的 十瓶马卡龙北欧宅 居家梦想总蕴藏数不尽的生活故事 由美学住宅职人之称的宋志忠设计师 借精准色彩为单身屋主 打造心目中的冰奔北欧宅 玄关柜以镂空设计 坚固展示 收纳机能 更巧妙延伸中导吧台 备造情有最佳品桌区 厨房以天空蓝调润认识北欧气息 更配置齐全设备 满足屋主需求 客厅电视墙以文化石铺成空间层次感 并沿窗面规划L型墨塔 完美成就阅读收纳角落 琴房以马卡龙粉认识浪漫情怀 并绘整大面收纳柜 提升空间运用性 获房延续白粉色调 并延览柔和采光 烘托舒适修起氛围 宋志铸设计师 提察屋主生活爱好 丰富时亭空间机能 成就屋主理想的冰奔北欧宅 最后来欣赏耀云创意设计的 13屏机能小宅 为空间带来温度与舒适性 是蔡云章设计师秉持的设计思维 这次她将打破13屏小宅限制 创造开阔舒爽的北欧居宅 客厅运用浅色调营造轻盈感 并运用弧形与绘 柔和立面线条 营造紧约北欧氛围 电视墙采用窗框设计 放大空间 提升整体明亮度 在大面采光与浅色木地板的交织中 书房更散发清爽蹦踪的阅读气息 参处区搭配活动式餐桌 整合机能更行锁开阔流畅动线 主卧与卫浴间则贴心安排于内侧 客户修气隐秘性 卧房延续北欧调性 以大地色系选达软件 凝聚简约直不韵味 13品空间不仅满足屋主一切需求 蔡云章设计师更描绘出空间立体层次 让小宅既有分明场域划分 更诠释出北欧纯净淡雅意象